哈喽 大家好 九妹呢 这一包呢 就是我刚刚磨好的 就是炒肉粉 拿来喂鸡的 刚磨碎了 都拿过来 都听到这个鸡就在这里叫了 在问鸡之前 一时用 有这些鸡肉 然后又给它收服 因为它每天包在这些鸡肉 它里面有鸡肉 你这样子把它每天 这个鸡肉收服一下 这些鸡肉 哇 唱我一跳 好 这些收一下感觉 打起来 装好了 这一只 换过另外一只灯泡 上来 它装掉了 这个 这个是鸡盆 每一天都要经过消毒 因为这个的小鸡啊 都是像我们人一样 往事又流淌 定重口运 如果把它用的东西来消毒的话 就是会干押 所以把那些小鸡胃坏了 然后这个米粉也要盛好 就把它现在给它搅拌进来 来来来来 出来出来 你看多可爱啊 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养的这个小黑乌鸡 也是在慢慢的探讨一下这个 精酿 今天为了这个炒药 让你让这个小鸡啊提高免疫力 让它的这个肠胃啊就是 没有那么容易拉肚子 因为我这个小鸡从小养起的话 我要分段来喂那个那个肠药 这样子的话把这个鸡都不用打针 我看到这只小鸡那么可爱 我们好开心啊 要用心去呵护 这个小鸡的话就是像 小孩子一样子 要好好地爱护它 要不然的话 它身体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你很难反就回来 重心来养它 重心来养它 就会慢慢长大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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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